然後再大概講一下 還是蠻初悅的想法 那我今天要提的是公務員開放資料類似1 然後我是Peggy 然後我目前剛好在衛服部工作 那今天目標是想要做一個開放資料基本格式的checklist for公務員的版本 那這個東西源起大家在講 因為近期剛好因為一些case發現 大概可以理解說為什麼政府也知道開放這麼慢 然後品質那麼差 還會舉個最近的例子 因為剛好前陣子EPA跟PM5有提到說 希望可以開放路易子通緝app的資料 然後我就寫了一封信給我們的國民健康署 那他們非常的有效 所以我10月5號寫 他們10月5號組長就說 喔OK啊 我們可以提供 然後那接下來就開始進行了三輪的大亂鬥 第一輪結果是說他們已經放了 好然後但是放了之後我就丟到社群去說 欸開囉開囉 然後結果大家馬上會發現會有一堆格式的問題啊 資料就是其實提供是有一些問題的 然後那進入第二輪 然後第二輪就跟他講說 欸這其實這個不是app裡面的資料欸 然後還有格式的問題啊 那你可以再修一下 然後第二輪的結果 反正還提供一些解錄給他看 那真的是不一樣的 然後第二輪結果說 喔好 那我們又再上了 就是有再重新更新了一次 然後但是目前看起來結果 實際上的狀況是 這格式上排的問題 像他會說欸這是工程師啊 才能寫生日解決的問題 才能解決的 那類似像這樣的東西 其實在部內裡面不斷不斷的發生啦 那我自己想一下我覺得問題出在哪裡 狀況是這樣子 在我至少一位副來講 是業務單位掌握這些資料 資訊單位他們負責選出開放 這兩個單位是不一樣的 通常狀況是業務單位 像我要去跟我們國民健康學長的時候 他們其實不知道什麼在開放資料 那資訊單位相對來說會比較知道 但是他們對那個業務其實很不了解 所以資料來之後他們通常不太能夠經營什麼樣的清理 因為他們不知道什麼東西 格式是他們可以做調整的 所以大概有這樣的段落 然後我實在不知道這個是一個蠻整體的問題啦 就是資訊單位跟業務單位的段落 那但無論如何我覺得一件事情是 至少像以我現在在做兩邊 可能民間問一下需求 然後我提供給部內 因為我本來不會寫程式 所以我自己會碰到一些困擾 所以我不知道怎麼樣去跟他們講 怎麼樣改 第一份資料來的時候 我其實看不出來這些格式的問題 然後所以我覺得至少先做一件事情是 應該會有一些幫助 是到底一份資料來 它算不算開放資料格式 一些基礎的 常常會碰到的問題 BIG5的問題 UTA8的問題 這些東西 至少我覺得可以做一個整理 好 那我目前有的東西 是CL高師非常熱心的先提供 他之前在其他地方的簡報 通常最後幾張 大家都會講一些很常碰到的問題 那我覺得這些資料應該就是我今天的基礎啦 那我是希望可以把這個東西 但這四張簡報直接提供給 我們的同事們看 是一定看不懂的 他們需要一些背景教學 需要更親民一點 所以 我自己預期的成果 是因為我之前看到 那個Missel Azi 有寫了一份給 他現在在清北市那邊服役嘛 然後他有寫一份給研考會議 就有提案 就是把它變成一份很完整 去說明說 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等等 所以我預期大家也是希望 可以產出這樣的文件 那我今天需要的幫助就是這樣子 就是如果你曾經覺得政治很難 有像一大部分 這裡每天都有這樣的感覺 但那尤其是 常常碰到這些問題 我需要今天 有人可以具體操作給我看 就是具體操作給我看說 如果今天是Big 如果是Big Five的話 他可是我跑不出來 是什麼樣子 那Youtube發展什麼樣子 那有建議的環節都過來 那也希望今天大家多 在公園 我今天有拉幾個同事來 然後就是先這樣 好 好 謝謝 今天好像有水保局的